之前学过编剧 自学 也有写文章的一些基础 文笔还可以 做个词 编个文章 我们不至于说在网上当五毛 没有那么不值钱 但是如果不是长期在某个行业 这样跳来跳去 确实是有这个才能 你也需要熬这个资历 慢慢熬出名来 或者是人们熟悉了 路子多了 才更有机会 那我们兼职还干过一些配音 当然有些 这就属于纯体验生活娱乐 有些没有什么收入 你再打入这个圈里面才行 你干就有的很多年 甚至十几二十年 我们起初撰稿 没多少钱呢 那一篇文章 你可能要写一个小时 才二三十块钱 二十多 就不错了 有的说 所以这也不是个路子 那我们演戏这条道 还真就尝试过群众演员了 有些人也是 就听说朋友 他二十年 如一日的群众演员 到最后 后期才小有自己一席之地 并不是聪明 这个行业我们知道很热 明星啊 什么娱乐 各种 包括文艺 也没什么可文艺文化的了 就是娱乐 比较富 富皮撩涨 富浅的东西 我们知道 曾经 三十九云里面走的是 对挂云 少女就住这些 也住口才 就反正会说的东西 马上来的这个 离火运火克金 那明星们 你们也差不多了 该休息休息 其实我们可以看待 过去所谓经典的明星 就那么几个不多 那新的人 就乌洋乌洋的人 感觉好像还没有过去演的好 有多优秀呢 其实他们成了那个风气来的 那时候就反正人心也是比较用心 拍的老 甚至电视剧 都很经典 我们就去这个沈阳齐阪山 当过 演过 这一身 军装 演的是什么 人家都没有空离你 不演死人 旁边有死人的 有哭点喊地的 就不错了 没你什么 台词的 就端一个枪 那边两个军官 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角色 一招手 我们几个就叮叮叮过来 带着想高猫 好像是日本鬼子 都说不定 那个片好像叫《底战》吧 后来也没太关注 也 没记得 然后事后 差小孩碰到范围了 这个人呢 脸大脖子粗嘛 反正很老实 这个人 就免得很有才华 但是很易语 优优化的 我跟他对视的时候 他是 看得一眼 他都不敢跟我对视 这个就是很自然的 不是说我们多强 他就是这种性格 明星有什么了不起 那就做过这些 那后来我们在这个全民里面 就是配音演戏 当然 有些软件有专门视频 露的有的是纯粹语音 那也当过这个全民的情感导师 歌神 也没多少钱可赚 好美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